贝比是从娱乐圈底层慢慢爬上来的,很多人只看到他光鲜的一面,不知道他背后受过多少委屈。 贝比这个人有些讨好行人格,就是努力让周围的气氛更好,让所有人都开心的那种,他即使自己不开心,也一定会忍着,一直保持微笑,眼神大味,从对方表演,表情管理杠杠的,作为明星,粉丝会捧着他们。 但是面对资本家们,他们的地位可就低了,贝比属于那种绝对会向资本低头的人,委屈杰权的是,他可没啥做。 他老公黄晓明更是如此,不过是资本家们献旷的其子罢了,杨敏碰罐子破双,杨敏是娱乐圈的流量热门女人。 他出大嫂,粉丝过于高调,这些名利了圣位在娱乐圈得罪了太多人,团队方面只记着炒艺人认识,没有做好他的形象维护。 久而久之,他身上的黑料一装一盗版,黑红酒了。 一些跟邦网友和圈内递家同行就习惯性地往他身上,抱一些骂名的罪名,现在杨敏已经不指望自己能够洗白了,完全开始走破罐子破双路线。 就是任由网友们去说句吧。 I do not care,附军短板,附军其实综合实力很强,他本人这个综合素质更加适合当分。 在101这个团里,有些被帮入了,这个团更多的时候,是批背景批本粗流量的。 首先附军的人生经济公司,已经自顾自小了,完全不履乎一人这一块的发展,其次是无产也不重视他。 这样下去,他就很难真正地发光飞乱,除非有一个契机,让他发败一版,引起资本重视。 附军的点感就是不太适合做表情,他在应证方面是很出挑的,但是一旦做到表情,一不小心就容易显刻薄,表情会更坏。 那招孙元,那招现在的戏,都是凭借自己的实力赋的,他有属于自己的人貌圈。 高斯纳爹只负责当他谈薪酬这一块,现在谈人力捧的是胡冰青和李兰迪,对那招完全是放眼状态。 那招孙元自主权还是挺大的,有任何要求他会和公司提,公司方面对他的一些小要求,都会尽可能地满足。 目前,那招孙元还挺不错的,他现在关系层剧就有好几步,时尚孙元方面也很内观。 唯一比较头疼的就是,市场转变,他的资源被不少人盯着抢。 张包风洪心感情功了,张包风和洪心没有离婚,但是两人一直存在感情问题。 之前的治理事件,在两人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 洪心突然一直否认,但心里肯定是合人本,感人是解力烈。 这些人都是张包风努力挣钱,洪心是处于认识的一方本。 发生了这种事情之后,他就老是患得患失,对江人也常有争吵。 而且他们家最关键人物是洪心的儿子,在江里大都时候,他都是和爸爸张包风,站在一条线上,认为洪心无灵其貌。 这就让当妈妈的洪心心里很不平衡。